京东健康了,先看看图片 它114.9,真的挺远的 现在是70多元而已 对,其实就是说一句 因为你买的价格就比较来得远 而刚刚7月份 大家看图片都知道 7月底里有两大棍阴烛 原本未有这两棍阴烛 之前其实长期就是100-120元 这个级阶级上流 我相信你在那段时间有货 其实本身就不是差的 但是如果你原本的操作 看到那两棍出现 一堆对穿100元 应该就要斩揽 但结果当然没有走 其实我已经见过那两棍 看到过去这两三棍阶 反而就退下了一棍 下了大概70多元上下 可能10多元上下 我觉得暂时 当然你说这一转 就算刚才提到科技股 可能达眼国市可能达眼 但京东健康虽然它也是大只 但是它慢慢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 比较科技股里面 是移动到第二第三批次 才有它的份 因为始终它的行业性质 又不是真的 那么平台垄断的那些东西 那你反过来要弹 又不是它那一回事 而二来 虽然其实它的行业前景不差 但是你过来也听过一些 就是可能限制你 网上一些配方药那边的发展 所以这些因素又会有些阻滞 所以你看到它这几天 譬如昨天弹也好 其实相对弹得比较弱一点 所以我觉得暂时 如果你真的看的话 不是说这一刻这么急走 因为质地我觉得是OK的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说有机会 是慢慢上去 挨近85流上 你才可能考虑 慢慢沽回这些货 现阶段这只股份来说 我想暂时可以先拿着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呢